雷诺兹是一个很有名的裁缝 专门为一些打官贵人设计衣服 普通而又平常的一天 他在忙碌了一天后感到疲惫 他接受他姐姐的建议 打算去乡下休整一番 在乡下的一家餐馆吃饭的时候 雷诺兹谢后了在餐馆当服务员的阿尔玛 雷诺兹对阿尔玛一见钟情 和他眉目传情 在点餐时互相试探 最后雷诺兹提出要和阿尔玛攻击晚餐 阿尔玛欣然接受 晚餐期间雷诺兹和阿尔玛愉快地聊着天 雷诺兹趁机邀请阿尔玛去他家看看 雷诺兹给阿尔玛看他母亲穿着婚纱的照片 告诉阿尔玛他设计制作这件婚纱的一些趣事 阿尔玛很感兴趣 雷诺兹看阿尔玛感兴趣 趁热打铁向他寻求帮助 让阿尔玛穿他设计的衣服当他的模特 正当雷诺兹准备给阿尔玛测量身体尺寸时 雷诺兹的姐姐来了 他对阿尔玛说他是雷诺兹理想中的身材 阿尔玛受寿若惊 他从来不曾喜欢自己的身材 认为他有很多的缺点 雷诺兹对阿尔玛身材的喜欢极大的满足了阿尔玛 让他开始接纳自己变得自信 阿尔玛跟着雷诺兹到了内栋楼生活 雷诺兹为他设计了许多美丽的礼服 给他拍照片带他出席宴会 让他代表走秀 可是生活并不像雷诺兹设计的礼服一样完美 在一次吃早饭的时候 雷诺兹觉得阿尔玛吃面包时的动静太大吵到他了 阿尔玛却认为这再正常不过 是雷诺兹太小题大做 雷诺兹不愿意吵闹起身离去 渐渐的雷诺兹开始冷淡阿尔玛 阿尔玛很苦恼 阿尔玛看见巴巴拉穿着雷诺兹的礼服 说着不合时宜的话 拉扯礼服的领子 让他感到厌恶 他为雷诺兹感到不值 雷诺兹设计的礼服不应该穿在这种人身上 阿尔玛的不满让雷诺兹也鼓起勇气 他们一起把那件礼服取了回来 但是雷诺兹对阿尔玛依旧很冷淡 阿尔玛想要做一些改变 阿尔玛请求雷诺兹的姐姐 给他和雷诺兹一个二人世界 他将会给雷诺兹一个惊喜 雷诺兹的姐姐建议他最好不要这样做 雷诺兹不会喜欢的 阿尔玛一意孤行 雷诺兹的姐姐最后还是选择相信他 提前潜上了女工 雷诺兹回来看见只有阿尔玛在 不停追问女工和他姐姐去哪了 阿尔玛为雷诺兹准备的烛光晚餐 雷诺兹很不耐烦 他不喜欢这种失去控制的感觉 但是他并没有直说 阿尔玛做的是他不喜欢的菜 他也依然说好吃 阿尔玛埋怨雷诺兹没有给他安全感 他觉得自己随时可能被雷诺兹遗弃 雷诺兹则认为阿尔玛是在无力取闹 他们大吵了一架不欢而散 阿尔玛认为雷诺兹需要放缓他的步伐 他用毒蘑菇给雷诺兹下毒 雷诺兹大病了一场 生病的雷诺兹十分脆弱 阿尔玛则是一步步离的细心照料着他 雷诺兹好转以后 终于意识到自己离不开阿尔玛 他爱阿尔玛 他鼓起勇气向阿尔玛求婚 阿尔玛懵了一会儿 笑着答应了 婚后是甜蜜的蜜月 然而矛盾并没有解决 阿尔玛的粗鲁韧性愈发明显 雷诺兹爱着阿尔玛 他忍受着阿尔玛的吵闹 忍受他大半夜出去跳舞 可是长久的忍耐终会爆发 雷诺兹无法聚行会神的工作 他认为是阿尔玛的出现 打破了原来的一切 他开始认为自己做错了 他后悔了 他说的话正好阿尔玛听见了 他想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而雷诺兹已经不想再继续下去了 阿尔玛把毒蘑菇做好了来给雷诺兹吃 在看着雷诺兹吃下后 阿尔玛笑着告诉雷诺兹 他将会病倒 而他会悉心照顾他 雷诺兹慢慢也笑了 他还是爱着阿尔玛的 他们吻在一起 他们的爱生长于十分 想要继续下去 只能不择手段不顾一切